哈喽大家好我是豆姐 随机盲管挑战不服输的我又来了 那这一次呢咱们还是随机选出 八种植物八种脏尸 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自己按下暂停键 哎和豆姐拼拼运气 我有预感啊 我这一次选的植物肯定都很厉害 第一位 停 哇 看看我射什么来着 每一次都被脏尸虐 这一次我跟你们讲 绝对能把脏尸打得稀里哗啦 第二位 停 这不太好吧 没有海水 比电弯弄还管啥呢 来看看第三位 停 哇 你个天 四半大竹鸣都来了 我还真想看看 他在杂话评论表现怎么样 第四位 停 哎 怎么是摔河 这要是挑河不就没了吗 该第五位了 停 哎呀 来个泡泡糖 你倒是给我来个远攻打输输的呀 咱的辅助性职务也太多了 停 嗯 哈哈 是远攻的 也能打输出 可惜是个胆小的 敢不敢给我来个胆大的 停 又来一个发杀的 还有最后一位 来个厉害堆 停 不是吧 小蜜蜂可不太靠谱啊 哈哈哈哈 选将尸 希望什么章鱼啊 魔法师啊 鸡贼啊 病友啊 都离我远一点 停 气我呢这是 放说火鸡僵尸 他就来了 第二位 停 再车手 我决定把鹰头炸弹送给他 嘿嘿嘿嘿 第三位 停 还来个阶级僵尸 这是找帮手来了是吧 一次呗 停 看到放牛娃我头都大了 这要是来个三分远头 谁能帮得住啊 下一位 停 这是要把我讨厌的僵尸 全都集合在一起吗 玩点啊 来吧 有本事再给我来个章鱼 停 这居然是要么不来 这一来就把我来个狠的 王波胜法 第七位 停 哎呀妈 这机甲橄榄球 可不是省油的灯 还有最后一位 我希望是 小猫球 停 这啥呀这是 啊 挑战开始 哎呦 第一位就砸出樱桃炸弹 那咱就把这一小圈的补将 都给他解决掉 有一种失败 叫做出了一点小意外 谁能想到他前面 竟然能跑出个火鸡角时 樱桃炸弹 也不好使啊 为了吸取上次的教训 对吧 咱先把最后一排 全都给他种上竹 看谁还能喝到豆腐呢 这个瘦胶筋果 如果和斯巴达竹兵配合 那对富士人 应该是相当的美好 不过当务之急 应该是 先把樱桃炸弹给他用了 不然一会消失 咱可就溃大咯 又是火鸡 这把给你变成炸鸡 哎 来个机器牛 咱给他安排个水仙花 这样他把放弃丸 扔出来的时候 咱就让他远路返回 你不是擅长散散远头吗 对吧 我就让你来个空头 吹 真香啊 有一种失败 叫做出了一点小意外 这意外也太多了吧 对吧 我把水仙花种在最后一排 我就不信还吹不到它 又来一个樱桃炸弹 赶紧把一三两路的队形摆一摆 这样就算二路这两个全是火地僵尸 咱也不怕 哎呀 一个樱桃炸弹 就炸了一个超级魔法师 这俩樱桃 咱可得好好利用一下 绝不能让机器牛再来个三分远头 把这一小圈都打开 哎你瞅瞅 还顺路带走了一个赛车手 上路这个罗马小鬼 还被水仙花给睡分一乐 三路这个罗马小鬼就不好办了 为了豆腐脑的安全 只能给它来个泡泡糖了 太亏了 泡泡糖应该给巨人的 看看斯巴达主兵前面这两个罐 哎呦呦 遇上斯巴达主兵啊 这个火鸡还真是命苦 中路来个接机 哎呀 又来个三射手 赶紧的来个薄荷兰一下 还好有薄荷 不然这个三射手是可以秒杀斯巴达主兵的 小喷姑 拿下魔法师 nice 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二路这个鸡斩橄榄球啊 他要是推的话 那真的是一推到底 又加一个侏罗季巨人 没办法了 只能开个大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二次两路的斯巴达主兵都不保啊 水仙花快点吹 二路这个斯巴达主兵被砸了 现在这个侏罗季巨人只能靠小蜜粉了 小蜜粉 上一次砸罐 你就害我被回了豆腐脑 这一次 你可得长点心 好 小蜜粉 哎嘛 下路这个放尿丸不会 太想喝豆腐脑吧 斯巴达主兵 教他怎么做僵尸 哈哈哈 还剩最后一个侏罗季巨人 你们说 咱两个斯巴达主兵 败加一个小喷姑 能不能 把他给拿下 斯巴达主兵 坚持住 戳他 给熊 增加 帖达主兵